近年私人住宅單位 窗台幾乎是必有設施 而且越起越大 令實用率大減 我們委託差輪師學會產業差輪組上任主席潘永祥 與我們去烏溪沙銀湖天鋒現樓示範單位 實地量度窗台究竟有多大 這間建築面積999呎的三房單位 主人睡房的窗台80吋半長 28吋半闊 面積約15.9方尺 第二與第三間細睡房窗台一樣是28吋半闊 長62吋 窗台有12.3方尺大 相當於內櫥面積2乘7 全屋窗台總面積大約是40.5方尺 發展商將窗台計算入實用面積 買家等於用40萬買這三個窗台 潘永祥認為這些大窗台大減房間的實用率 這間房間差不多有三成 如果這個面積其實是窗台的一部份 是房間的面積的一部份 而不是真的窗台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部份不夠 但如果看到這裡 起碼這裡可以分開兩卷 即一半可以做衣櫃 另一半可以做書院桌 或者做書桌桌 所以我們這間房間證明這個移植 就真的可以排床 起大窗台是現時發展商普遍做法 我們找另一名業內人士 根據售老書平面圖 量度另外兩個新樓盤示範單位的窗台 大角咀刑品聲譽的611方尺兩房單位 整間屋的窗台佔了31.9方尺 按樓價比例計算相當於23萬元 大為名城的901方尺三房單位 三個窗台共47.7方尺 價值36萬 為何發展商要建大窗台呢? 原來現時窗台只要符合一定的標準 就可以無需計入總樓面面積 但發展商就可以將窗台 計入建築面積出售 齊倫斯潘永祥認為 政府的寬面措施 令發展商有好大誘因 將窗台建大些 政府現在計算建築面積 而又可以放在售書賣賣 還計算建築面積 這當然是很大誘因 它就盡量盡量去建大些 在現在這個社會訴求來說 應該就是 既然它沒有一個環保作用 我覺得反應商有無限大 它盡量重大的建築 那個尺數 包括窗台 我覺得很合理 窗台都應該沒有豁免 我們問過有關發展商 建大窗台有什麼建築功能 沒有一個有正面回應 銀湖天鋒發展商信網回應 售流書、價單和買賣合約 都列明窗台面積和計算方法 刑品聲譽發展商信網擊話 窗台外屋與處批核的圖跡興建 面積沒有計算在實用面積內 樓盤已經設有清水房 參觀人只可自行量度 名城發展商詳實說 示範單位與售流書列出的窗台面積 與政府批核的相同 完全符合政府要求